大家好,歡迎大家觀看冰雪集團2017年全業績公佈Facebook直播 我是今天的主持,縱橫財經的Cecilia 而在我身邊的兩位管理層分別是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胡陳德之女士Bonnie 大家好 另一位是財務總監陳思雲女士Stephanie 大家好 今天的直播會以廣東話形式進行 我們會先回顧財務表現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最後到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有提問,歡迎大家留言 在留言的時候都希望你說下你所代表機構的名稱 我們會盡力解答你的問題 我現在先將時間交給Bonnie 謝謝Cecilia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Facebook Live 今年的result announcement 首先我會去跟大家說說我們的業務表現 我們的常務表現等等 之後我們就可以解答一下大家對公司有任何的提問 在你們的screen應該已經看到我的presentation 我暫時沒有動到presentation 等一下 可以 好 多謝大家的內心 這樣很快 這個presentation 十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立刻就可以去講講公司的開放 如果大家不太熟我們冰雪集團 冰雪集團我們的目標就是為品牌去連接他們的目標市場 我們公司是做市場營銷製作的 所謂市場營銷製作就是幫品牌在他們做市場營銷製作的時候 我們公司的競爭力就有幾方面的 我們很快就講講 我們其實已經有19年的經驗在市場營銷製作的 我們的客戶群也是很多知名的品牌 這個客戶群是非常穩定的 我們第二就是有一個很高效率的業務和管理的團隊 這個管理團隊也都在公司服務了多年 所以在經驗方面和大家的團隊方面都做得很好的 第三就是我們有強勁的跨媒體營銷製作的能力 在市場上我們都算比較獨特 可以在不同的傳統媒體 數碼媒體和跨媒體都可以為品牌客戶服務 最後我們公司也有一個聲譽 是很有前瞻性的業務發展策略 我們不斷都是向前往多幾年 看看市場怎麼走去將我們的定位 怎樣這樣做才可以真正幫到我們的客戶 可以組織先機去怎樣接觸他們的客戶群 現在很快就講一講公司 2017年過去那一年的財務概況 在2017年的收益就有整體的輕易上升 3.3%去到9,394萬 在經調整後除稅後的純利方面 就做到1000萬左右的數字 在現金流和我們的財務狀況方面 我們也是非常健康的現金的情況 看到我們在經調整後的淨利利率 都做到雙位數字10.8% 也都公司暫時完全沒有負債的 在現金方面都有超過6500萬 在2017年的年底的時候在手的 所以在財務方面非常穩健 在客戶群我們繼續保持 一個沒有特別依賴哪一個行業 或者哪一位客戶 這樣繼續保持我們的增長 在2017年我們完成了超過4000個項目 也都為超過290個國際和本地的品牌去服務 這些品牌的分布就有保險和金融業 零售業 奢侈品牌和企業客戶 也都看到我們的主要十大客戶 平均跟我們的業務關係都超過7年 好 我們再看看我們本身所在的行業的前景 我們行業的前景是非常樂觀的 那麼在這個企業市場營銷開支 市場都是預測這個行業會繼續 在一個高速的增長的狀況 尤其在數碼營銷方面 那個香港的增長 就是複合年增長 大家是預測超過20%的 那麼另外我們都在這個傳統媒體製作方面 是我們的核心業務 那麼那裡都繼續 來近這幾年都預期會有3.4%的 的符合年增長的 那麼所以在整體的行業 那個比較樂觀的環境下 我們的發展 集團的管理層 我自己都是較為樂觀的 那麼另外我想特別提到 其中在市場營銷 比較現在比較興奮的一個部分 就是社交媒體 那麼大家現在在Facebook Live 都看到我 那麼相信大家都是社交媒體的用戶 那麼社交媒體廣告的開支 在來近這幾年 大家都是預測一個超過 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在香港是會去到差不多16% 那麼在國內中國的市場 甚至會去到25% 那麼在一個這樣的高增長的環境下 是非常多商機 那麼我們冰雪集團 是看到這個方向 也會將我們的策略 和那個擴張那個落實的情況 會落實的我們策略的資源 會投放在這方面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看看公司本身的前景了 那麼2018我們有幾個重點的方向 我們會是投放特別多的資源 以及管理的精神去發展的 那麼第一呢 就是在品牌數碼內容的製作方面 我們是會加強我們的能力 以及將我們的一些競爭的優勢 所以就希望發展到出來的 那麼第二樣呢 就是剛才講的數碼 這個社交媒體的製作那裏 我們是會更加加強 我們可以帶給品牌客戶的服務的範圍 那麼其中呢 就是我們是很有抱負 希望在社交媒體KOL 可以帶到一些新的氣象去市場 那麼現在市場很多的做法 都是比較分散 以及比較localized的 那麼我們呢 透過我們和一間美國 在這個segment 有領先地位的公司的合作關係 我們會將一些比較有discipline 有規律和數據基礎的 社交媒體的方法呢 就帶來亞洲 那就幫一些國際品牌呢 在亞洲各個國家呢 去實踐他們的社交媒體的 campaign 那麼第三呢 就是在提升我們的人才培訓 和他們的表現方面 我們是會加倍努力的 那麼冰雪集團呢 就是一間營銷製作公司 那麼我們最主力的資產呢 其實就是人才的了 那麼所以我們不斷就會 在市場默色 在市場最頂尖 最表現最出色的人 招攬進來我們的集團 招攬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繼續培訓 也都是很好理解到 在這個marketing的世界 是變得很快的 那麼所以呢 我們是需要培訓 同時呢 有一個很靈活的 和很開放的發展的態度 這樣可以配合到市場的變化 甚至可以令到到市場呢 去怎樣去走 怎樣幫那些客戶 用一個最有效益 最有效力的方法 去利用他們的marketing budget 帶到給他們最多的sales conversion 和business development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2018的主力的 動點發展的方向 那麼我不想阻礙大家這麼多時間 那麼我最希望呢 讓大家得到一個概括的理解 我們的行業和我們的公司之後呢 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可以直接解答 那麼現在我交給Cecilia 看看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幫忙答 謝謝Bonnie 好 那現在呢 是問答環節 那麼再跟大家說一次 就歡迎大家 如果有任何提問呢 就在下面留言 還有如果可以 都可以說你代表機構的名稱 我們會盡力回答各位的提問 那麼不如都等Bonnie 今次說一說 為什麼我們今次的公佈是要用Facebook Live 我想為什麼我們選擇用Facebook Live 都有很多原因的 那麼我們自己都談過了 這個市場 就是大部分的上市公司 他們會用什麼方法 去跟投資者的community去溝通 這樣看過多個方法 我都自己想為什麼不用Facebook呢 現在大家都很多時候 是回到社交媒體那裡的 那麼有幾個好處 第一就是方便到投資者 他不用走來走去 他也可以即時地得到我們的直接的訊息 這樣只要他們 他們的Facebook就看到了 那麼也都記者朋友 又方便一些 他們現在可能在乘車上班 或者在乘車上班 或者在乘車去哪個下一個 職場公佈 都可以lock in 看到我們公司的業績公告 那麼再加上呢 理解各個不同的option之後 其實Facebook live 是一個非常之cost efficient的方法 去跟大家溝通的 那麼為了股東的利益 為了公司的利潤 那麼選擇這個方法 希望是更有效 那麼最後當然 我們公司接下來的發展方向 都很重點 擺向社交媒體營銷方面 自己都是非常相信 這個是很有效的媒體 那麼我們也都每天呢 是跟客戶說 要多些利用社交媒體 跟他們的客戶溝通 那所以我們自己都一定會 首選用這個媒體 謝謝Bonnie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有一條提問的 就是來自Christy的 她想問一問呢 公司傳統媒體製作 去年就佔公司的總值 差不多九成了 那麼會不會 就是印刷業那裡 會不會是有影響的呢 OK 謝謝Christy的提問 那我們在傳統的媒體製作 就有87%的收益 87%在傳統媒體製作那裡 那裡是分為兩部份的 其中一部份就是印刷包裝和採購 第二個部份就是零售展示和場地佈置的 我們在印刷包裝那裡 那個數字其實都非常穩定 亦都是我們的核心業務 那我們都繼續受我們的 一些忠實的客戶的支持 這樣在那方面呢 我們的成績是繼續保持很穩定的收入的 不過我想特別提到呢 零售展示和場地佈置呢 我們是增長了223%的 那也是代表了我們在2016年年底的時候 決定去開發這方面的業務 是一個很正確的策略 也都相信來近這幾年呢 很多品牌是要在各方面再投放這麼多 因為在他們接觸客戶的時候 現在大家逛街啊 或者去一些活動 那個要求都高了很多 那品牌客戶是知道 需要在各方面提升的 我們既然現在 就是我們在2017年 有一個新業團隊去做這一方面的 去提供這一方面的服務 這樣很開心 我們也都贏到幾個 比較大型的全球性的項目 這樣那個增長 就是反映到我們的策略是正確的 而且是一個很需要 客戶很需要我們幫他去 去繼續去優化的一個部分 謝謝你 好 那另一條問題就是Hillary的 我想問一下公司去年 年尾就宣佈了 就和一間美國的KOL公司合作 可不可以講得一點詳情 多謝Hillary的問題 這一方面呢 都是公司最興奮的一個 業務發展項目來的 那麼我們和這間美國的社交媒體 營銷公司 去年7月達成一個 合作夥伴的關係 那麼在去年的年底 我們也都成功透過這間公司 為一個國際的品牌 就製作了或者落實了 推實了一個市場營銷的計劃 那麼參與的國家在亞洲 也有多個國家 包括中國 韓國 新加坡 那麼那個項目出來的 表現是非常之理想的 出來的數據呢 客戶都是非常之滿意 那麼所以我們很開心 其實今年年頭呢 已經為同一個客戶 去做一個第二個新的 campaign 那麼在這個 比較 positive 的前景 還有我們看到客戶 對這個項目的滿意程度呢 我們是更加有信心 在社交媒體去投放更多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保持一個很開放 還有很 ambitious 的態度 那麼去繼續發展這一方面 那麼去密識不同的合作夥伴 還有將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做得很好的一個 一個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的 discipline 去介紹給我們的主要的客戶 也都希望透過這個服務 去開展一些新的客戶群 那也很歡迎大家呢 如果有其他問題呢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都會盡量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另一條的問題就是來自Rachel 我想問一問公司會不會有派遞的證書 謝謝Rachel的問題 那麼這個呢 我們在招呼書呢 都有提到的 公司呢 的意向是呢 在有利用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意向都是希望派遞的 那麼公司呢 對股東的支持呢 是非常感謝啦 也都是知道 也都是公司的目標呢 一定是為股東帶來最大的 return 那麼所以在有利用的情況下呢 公司是必定會考慮派遞 不過呢 也都會考慮到公司之後 發展需要用到的資金 包括現在我們在一些 比較高增長的行業裡面運作呢 那要發展 要用資金去支持一個發展 是會是一個重要的考慮的因素來的 所以到時候呢 就是我們有利用的時候呢 所以我們會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之後 就決定我們怎樣排斥 謝謝你 冰雪集團的世界媒體專頁 那我們今次的時間差不多 下次公佈再跟大家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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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